耶穌說:「你沒有信心。」 其他人,耶穌並沒有問他:「你有沒有信心。」 但父親現在哭著, 說:「給我信心。」 我們應該哭著耶穌說:「給我信心。」 因為我們稱之為信心, 俗語的信心, 並不是知識上的信心, 並不是知識上的信心, 或是在山上的信心, 並不是知識上的信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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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就是善為社會的信心, 而是通正教徒的信心, 並不是知識上天, 並不是知識上天, 而是認識上聖法, 並不是知識上聖読旗, 並不是知識上聖誕課, 我是東正教徒, 並不是我相信神, 而是我來教會參與聖事。 坐在我旁邊的, 可能會吵吵鬧鬧, 製造一些神音, 或是有不好的氣味, 但是這就是基督的聖體。 當我們說,給我信心, 這就是,給我更深層的信心, 與你建構。 信心在信心上, 是起起落落的, 這是可以接受的。 如果您看《聖詞的聖詞》, 他有多少次敬仰神, 當他說, 為何你不幫助我? 為何這個?為何這個? 為何你不幫助我呢? 但你也知道, 他並不是在咒罵神, 而是他很愛神。 我們可以說這些事, 我們可以跟某些人講, 對他來抱怨。 至於聖詞, 當您知道神給他出現, 並不是在他身上, 並不是說這些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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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並不是說這些事。 而不是說這些事, 並不是說這些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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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說更好, 我們會說更好。 OK